这场暴雨应该说在全国范围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在这场暴雨当中 有这么两部分车主遭了灾 一部分是开车正在路上行驶的 结果积水越来越高 再往前开就可能有危险 所以只能弃车逃跑的 还有一类是车停在低洼地段了 结果这水一点点涨了就把车给淹了 这两类车主后来发现 那车的发动机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那么很多车主觉得也没什么 就是费点事这两天开不了了 我找包容公司理赔就完了 因为大多数车主都给车上了全险 他首先他就告诉你 他说第一句话就是你没有上涉水险 你没有上涉水险 这就任何发动机的净水工程都不给修 承不承认发动机是车最重要的对家 然后车损不包括发动机的损失 这个全险学名也叫车损险 就是车辆损失险 这全险上有这么一条规定的 就是像暴雨洪水这类造成车有损失的 包容公司是给赔的 但是很多包容公司责任免除条款 里有那么一条 这个车的发动机因为被水淹了 或者说是涉水行驶过程当中出故障了 不在赔偿范围之内 他们给我的定义就是说 只要发动机沾水他们就不赔 我对于这一点是非常不理解的 按照他们的说法 我那我雨天就不能开车了 车损险的里头也有因为暴雨 也没有说我在这个水里开 怎么样我的发动机进水 他才不给保 所以我现在对这个条款 实在是目不清楚了 你因为暴雨造成的危害你都赔 那我这个车被水淹了 或者说涉水行驶时候发动机弄坏了 这不就是暴雨造成怎么能不赔呢 人家保衍公司就不赔 那个全险不包括这个 这个叫涉水险 就指被水淹了或者涉水行驶带来的损害 这个涉水险是全险的附加险 就你买了那全险呢 要没买这个发动机要水泡了 一样不赔 你说气人不气人 那这样你叫全险干嘛呀 在15种保险公司经常利用自身的专用识 凭借这些灰尘术语 片面做错对自身有利的解设 我们不是专家 但是我们会有一个良心和道德来判断 我买的是保险 我花了那么多钱 我给了你 我出了事情之后 你不管我 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 因为保险保险 这么大的风险 不能直接让你转嫁给我 我需要一个时间 每个保险公司可能都是有些不一样的需求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会造成在解释上的一些歧义 或者说分歧 那么会引发一些纠纷 2008年1月 张先生为自己的奔驰轿车购买了全额的机动车 损失保险之后不久 昏明市遭受特大暴雨 张先生开车行驶到积水区路面时 发动机突然熄火 经维修部修理 张先生共花费40万元维修费用 之后张先生持修理发票进行索赔 保险公司却以未购买涉水险为由拒绝赔偿 无奈之下张先生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 如果在暴雨当中行驶发动机进水了 我们认为他的结论是暴雨是直接的原因 进水显然是间接的原因 所以暴雨当中发动机受损 这个保险公司应当理赔 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判决保险公司支付原告张先生涉水车维修费40万元 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提出上诉 二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仍然是 暴雨引起发动机进水 造成被保险机动车受损 是否属于保险人的免责范围 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 做出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全险这损失险是指发生任何一种情况下 你都要赔的 这才能叫全险 结果再仔细一看这合同 好多车主知乎上当 为啥 大多数保险公司在列车辆损失险的时候 都在全险之外列了好多附加险 多得有达19条附加险 这涉水险呢 就在这附加险里 就说如果你只投保了全险 没有投保这19个附加险 那么你这次发动机炮坏了 一分钱赔偿得高 就是你投了这个涉水险了 也不一定能得到 为什么呢 如果在水里二次启动 造成发动机的损犯 如果要没有保 发动机特别很危险 这个保险公司不承担所值了 就你在这个开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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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前面水大了 发动机熄火了 这时候你不动 你走了 投了涉水险才给你赔 你这时候要再拧 打打打再打 一下子没打着 造成发动机损坏 保险公司不赔 你就说这里头都有多少陷阱 一层一层的 有的车主一看 我在戏琢磨琢磨 再一看能把他气死 你比方说玻璃险 全险里头不包括车玻璃 你车玻璃要碎了 不在赔偿范围之内 你要想赔偿 得单上个玻璃险 最可气这倒抢险 比方说我这车晚上停在小区里头 那么哪个缺德的贼来了 把咕噜给卸掉一个 找办公司里陪吧 他说不陪 说不陪 我上了你的倒抢险了 就说我这车要是被盗 或者被抢了 你得陪我 办公司说不对 你看好了 那条上写上 倒抢险是指整个车被抢了 被盗了 我再陪你 你给我咕噜不再陪范围内 你说这气人不气人 这个时候好多车主 才把这个保险合同 从头到尾仔细看一看 发现了一个事实 就说这个合同啊 是保险公司精心设计的 保险里玄机重重 合同里引他猫腻 理赔之路如何过关斩将 车主的要求都得到了发现的支持 无则不赔 高宝低赔 无赵不保 我们到底该如何破除霸王条款的魔咒 老梁观世界 暴雨后 车险进水了 正在播出 那么这里边呢 有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头一个问题 叫无则不赔 别人把我的车撞了 我没有责任啊 对方权责啊 我可不可以来里赔啊 对方权责的话 找对方保险公司 跟您自己的保险是没有关系的 谢谢 咱们说这个保险保险 就是甭管是谁的责任 我只要受了损失了 你就得赔我 这才是保险 可是现在呢 大多数保险公司在车辆保险这块 都有一个准则叫无则不赔 什么意思 就说咱开车啊 比方说跟对方发现碰到五分 要不是你的责任 那么好 你这边的保险公司 投保那家不赔 你找给你造势那家的保险公司 让他赔 这个无则不赔呢 有的时候容易造成很大的混乱 即使就是试你的责任 他也有条款 叫免赔率 天津市民耿先生 在一次交通事故中 与对方的车辆发生了碰撞 肇事的双方都有责任 但是因为保险合同上规定 同等责任的免赔率是15% 一千块的话 资料单付150块 这个以前的我还真不知道 他是告诉我的 因为我上全显 我认为就应该抖赔的 我们再按照 就说责要几点赔错 就是商业减换售 有一个事故责任免赔率 是百分20%的客户让自己出的 不主要责任事故免赔率 事故不同的责任的话 事故免赔率一百分之十 那公主要免赔率有一百分之五 反正就是怎么着 他不给你付全额保费 他怎么来 所以这个无责不赔和免赔 这是这里边一个突出现象 还有一个 这个咱们好多人都知道 叫高保低赔 什么意思 比方说这个别客 别客车呢 普通的车型大概十一二万 就是无论你什么时候去投保去 说我这新车投保 他按照总额十一二万的保额 给你确定交多少钱 说我二手车别客 那好 投保额也按照新车十一二万 按照这个规律来给你算 投保额是多少 这是投保 就你交保险费 那么等到赔的时候 真出事了 他可不爱新车来 他爱什么呢 按你这车现在的实际价值 你算开多少了 六万公里了 几年了两年了 好折旧 算五万多块钱 按五万多块钱这个标准来赔 就说交钱的时候 得按新车的标准来 等到要理赔出事了 按旧车的标准 这叫高保低赔 这是现在车辆保险这行业里 普遍存在的一个弊端 而且普通的消费者买保险的 没出说理去 以浙江宁波的周先生为例 从2001年开始 直到2009年 八年时间 周定海的车 每年的保险费 都是按新车购置价 14万元 全额计价缴付 其中 车头部分 是以新车价 88,920元 作为保险金额 2009年 这辆车发生车损事故 宁波市价格认定中心 对车辆损失 做了评估 认定车头部分损失 为36,000多元 事故结案后 周定海向保险公司索赔 但业务员却告知 车头部分 要按折旧来计算赔款 只能赔20896.20元 这和实际修理费 相差了近1.6万元 法院说 都收了我这个保险费 对吧 就保险公司 推出了多部分 这个保险费给我 你说我出了事来 而且他推给我 在我一年 你没出事来 他不是收下了 那我算了一下 我八年九年来 这个保险 他又收我多少钱 他可能是推给我吗 像我们类似案件 这种情况 车主的要求 都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其实他保险公司自己都清楚这不合理 比方有说你损失大法了 按照规定来讲 保险法里有规定 就是投保额度 不能超过商品的实际价值 那么这是个规律 也是写进保险法的 假如你这车损坏大了 他要赔大法了 好 保险公司把这条拿出来 你看 当初给你定的 按新车给你定的 也就是投保额度超过你现在 这旧车实际价值 所以咱这合同啊 是违法合同 作废了 咱得另谈 你看 这时候他想起来了 说明法院公司心里明明白白知道 他自己这么做是不对 可是还按着来 为啥 就为挣你这点钱 北京遭遇抢降雨 数千辆汽车泡汤 谁买单 理赔之路 为何困难重重 除了事情之后 你不管我 我觉得这是我关系 聚焦保险里的那点事 定损与维修 藏着什么门道 又有哪些 您不知道的潜规则 老良官世界 为您揭开保险里的秘密 暴雨后 车险进水了 还有一个 叫无照城堡 就是按照我们保险法规定 你这个车辆 如果是没有牌照 那么保险公司是不给你承担保险义务的 或者你换个牌子 假牌子 这都不承担 可是问题 咱们现在不少人刚买了车 还没有把手续办全的时候 保险公司就先找你了 保险 马上都给你办下来 我们还帮你办别的 你稀了糊涂就办了 可是有不少车 你这整套手续拿下来 和你买车中间会间隔段时间 你看有一个例子 有一个朋友买一台工程车 能干工程的 像什么起重这类的车 这个牌照下来 和他买车时间差一个月 他这个车刚买了 巴尔公司就上门了 你保我这吧 他就袭了糊涂 交了保费了 可是再离这个牌照 下了有三天的时候 他这车被撞了 我们的时候 在没有上正式车牌的时候 就发生了交通事故 最后人民法院的 很快做出判决 由这个公事兄弟 承担这个死者的 各项赔偿金 27万元 公事兄弟出事以后认为 自己买了足额的保险 其中第三者 责任选限额高达50万元 这27万元的赔偿 保险公司应该赔付 找保险公司赔 办公司那我们不能赔 为啥呢 你这现在还没牌照呢 你不差三天吗 这期间没牌照 我们保险法不能赔 可是没牌照 是不赔 可凭什么你前面收人保险费 但是我们这个车 跟他们买保险的时候 就是只有这个车牌照 就是这个大年号 活动机号 我们始终跟他产生了 这个活动关系 既然你知道的时候 他有当地 他还是对的 当初他就不应该 就是明知道他没牌照 那段时间你把这保险费给收了 你说这不穿着明白装糊涂吗 照理说应该什么 收你保费 应该是你牌照整个下来 手续全了以后 从那时段开始计算 收你这个保险费 可是他提前收你的 先把这活弄来 等你在这期间出事了 他又撒手不管了 你最后如果不受损失 你都不可能细看这个合同 一细看这个合同 你发现里头圈套实在是太多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